冷氣團報導 全台冷嗖嗖 除了要注意保暖 使用一些家電 也要小心 照片中的烤箱 玻璃整片碎裂 疑似天氣太冷 烤箱溫度又高 對比溫差 熱障冷縮過大 造成玻璃破裂 天氣變太冷的時候 裡面的烤箱溫度又高 裡外溫差差很多 玻璃膨碳係數的問題 加上它也比較厚 就會裂開來了 同樣的原理 用電熱管加熱實驗 用燒杯就相對不容易破裂 因為燒杯玻璃較薄 熱傳遞均勻 建議民眾 天冷使用烤箱等 類似家電產品 記得先提高室內溫度 或放慢速度加熱 避免類似狀況再發生 解煌一帆許慢家 台北報導